台灣天氣慢慢進入秋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最近流感還有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病人 越來越多也就是附近咳嗽感冒的人 有明顯增加嗎 我們來看到另外像是在大陸 他們現在流行的是梅漿菌病毒 而且還蠻嚴重的 像是在上海的兒童醫院 在7月已經收了將近400名的患者 比往年的同期多了一倍 另外在河南 同樣也是兒科的病床 還加了100多張 還有在廣州他們發熱門診 也就是發燒門診 單日最高接診量就破了1000多人 那這個梅漿菌病毒 它是怎麼樣子的傳染呢 其實它跟一般的感冒差不多 都是用飛沫傳染 但是它跟流感比較不一樣 是它沒有預防的疫苗 而主要的症狀其實就是發燒 還有咳嗽 而且這咳嗽通常都會咳蠻久的 而且其實兒童是比較容易感染的人群 醫生就說這個梅漿菌肺炎 感染是沒有分季節性的 其實台灣不少人慢慢也都會有 遭到梅漿菌感染的狀況 這咳嗽都會拉得很長 所以在開學之後 其實人聚集的狀況也會造成這幾個月 急診量明顯的上升 所以很多家長就說好不容易躲過新冠 但是卻沒有躲過這個梅漿菌病毒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呢 上海最近有一個女童 4歲的女童在海邊溺水 但是這一件事情在網路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甚至他的爸爸也可以說是被出征 為什麼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到這件事情發生在10月4號 當時爸爸跟4歲的女童一起到海邊的沙灘玩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間序 在傍晚5點半的時候 他們一起走向水邊 大概在5點36分的時候 爸爸說我要暫時離開12分鐘左右 但是回來就找不到女兒 於是報案 但其實當時沙灘還有其他人 他們也拍了照片發現說 其實在6點跟6點10分的時候 天越來越黑 但是女童都還是自己一個人 認為這個父親其實離開的時間 不只12分鐘 有可能超過30分鐘 那報案之後 警方在10月6號的時候 循著這個可能監視器或是影像 來證實說女童是摔倒後 消失在浪裡面 接著在10月19號的時候 發現了女童的遺體 法醫勘驗是溺水死亡喔 所以呢也沒有也排除相關的刑事的案件 也沒有追究父親的責任 但是我們剛剛有講 在網路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主要就是因為很多網友 甚至覺得這個是陰謀論喔 他們說天黑爸爸把小孩留在岸邊 有可能是蓄意拋棄 而且也有網友搜出他們家的全家福喔 看到全家福說 還有弟弟一切就說得通喔 認為有可能是重男妻女造成的 也一面倒希望可以追究父親的責任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 大陸最近其實有一份調查顯示 33歲以下住在一線城市的年輕人 有21.5%的存款低於台幣4.4萬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們的存款覺得自己覺得多嗎 因為他們說現在年輕人的不存錢 不存款的觀念跟上一輩是差蠻多的 主要就是因為年輕人實際的薪資 跟預期的薪資還是有落差喔 再加上城市的消費成本不斷的提高 所以年輕人乾脆就不存錢了 上海體育場入業後湧入大批民眾 他們都是要來聽周杰倫演唱會 一組又一組的交警保全繃緊神經維持秩序 陸媒報導 周杰倫上海佔一張門票最貴台幣1萬1000元 雖然不便宜但場場爆滿 超過18萬粉絲到場 這裡是北京青年最愛逛的商圈之一 三里屯可以看到各大品牌都在顯眼處 掛出了促銷活動 面對這些消費誘惑 還有同才的社交壓力 都是一線青年難以理性消費的關鍵因素 同樣一線城市 北京各大商圈 每個月幾乎都有新品新活動 想辦法刺激青年不斷買買買 有些年輕人覺得朋友都出手了 自己不跟好像哪裡怪怪的 跟潮流盲社交在大城市生活還得面對不斷飆漲的房租 物價和交通費用 存錢這件事很多人選擇暫時拋在腦後 陸媒報導 近期一項名為年輕人存錢調查研究報告數據顯示 33歲以下一線城市青年 有12.2%的人暫時沒有存款 21.5%存款低於台幣4萬4千元 有多少花多少吧 為什麼 因為留著也沒什麼用啊 都是為了花了賺錢 你現在花了可能是花給自己的 你未來儲蓄有可能就沒了 或者花給別人了 我沒有儲蓄的習慣 因為我也比較喜歡 因為現在年輕人思想都比較超前一點 我感覺都是比較自由享受這一類 賺錢就是要存錢 已經被大陸青年說是老一輩的觀念 大陸人力資源平台調查數據顯示 在期望薪資普遍低於實際薪資 也就是怎麼省都存不了多少錢的大環境下 更多大陸青年在儲蓄這件事選擇躺平 TVBS新聞程序 林敏珍 北京採訪報導 好剛剛講到很多大陸的青年存款比較低 有很多觀眾朋友像CT說 大陸青年跟台灣青年都是差不多的 好我們來看到美國國防部的年度軍力報告 現在也出爐了 他們發現說到了今年5月中 中國擁有的核彈投數量已經超過了500枚 比他們預期的還要多 另外到了2027到2035年呢 來自俄羅斯跟中國的挑戰可能會越來越嚴峻 所以說美國必須要做好 同時要跟中國還有俄羅斯 兩個對手相當的國家發生戰爭的準備 美國國防部提交給國會2023年中國軍力報告 報告指出中國核武數量增加的速度比之前預測的要快 截至2023年5月 中國已經擁有超過500枚核彈投 在2030年以前 中國核彈投的數量渴望達到1000枚 報告也警告中國可能發展一種新型洲際飛彈系統 用傳統武器就有能力威脅美國本土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關於台灣的部分 報告指出為了向蔡政府施壓 並且表達對美台關係日益加深的不滿 中國一直在台灣附近進行軍事行動和訓練 加強在外交政治和軍事上對台施壓 幾乎可以確定北京從俄乌戰爭學到教訓 了解在台海衝突可能面臨西方國家的制裁 因此正朝工業和經濟自主的方向努力 另外美國國會戰略態勢委員會 也在這個星期公佈報告 警告美國可能面臨中國和俄羅斯 兩個核實力相當的對手 美國必須為同時跟中國及俄羅斯 發生戰爭做好準備 You can't ignore the possibility that either in concert or perhaps simply because one of those two countries has started something with us, the other sees an opportunity to pursue its goals also militarily. You've got to try to prevent the war with conventional means 美國國會戰略態勢委員會指出 中國有意在核武實力上維持和俄羅斯及美國相當的地位 加上中國及俄羅斯處於不同戰區 美國必須單獨看待中國的挑戰 要有單獨的應對策略 TVB的新聞您家輝 美國華府報導 美國五角大廈發布了中國的今年的軍力報告 那大家也想要來進行相關的分析 所以我們今天線上也邀請到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 蘇所長來到線上幫我們進行分析 所長好 主播好 大家好 好 所長想要請教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說 現在美國有預估說解放軍有的核彈頭 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多 而且有可能到2030年前會超過1000枚 那當然這些都會對台灣構成巨大的威脅 想要問所長您怎麼看呢 我們應該要怎麼應對 是 主播我們可以說 美國注重這個北京 它發展這個核彈頭的數量 大概至少近五年了 最早是在2018年 當時川普全政府的國務院 就指出中共在這個新疆羅勃勃 進行次林界的核四報 那接著就是解放軍的這個年度報告 就開始就是推估中共可能要擁有核彈頭 大概到2035年大概是1500枚左右 那這樣子反推過來的話 目前中共可能就是他每年會增加核彈頭在90到100枚 那他推估的方式很可能就是透過這種中共增加了這個核反應爐 的數量去反推中國可能擁有的核彈頭的建置速度 第二個就是最重要是目的了 也就是依照這個 這是中共的軍力報告來看的話 中國他現在追求這個核彈頭數量增加應該就是從以前的最小所謂的核嚇阻 那現在會變成就是一個脅迫性的核威則 那當然就是來自於剛才主播有說的 就是美國也認為中國正在從這個俄武戰爭中汲取一些經驗 他們叫做雷神 那這樣子就是說俄國他擁有這個核武器 的確是破阻了就是西方國家跟北約部隊進入這個烏克蘭協助作戰 那再來從這本這個中共軍力報告裡面還有幾個值得我們關切的 很快的來看就是除了核武力量之外 也包括中共擁有新戰力 他稱之為就是多餘的精準作戰能力 這跟美國的多餘作戰是有所不同的 也就是從美國這邊學習來中共在改良 第二個就是他的海軍的航艦福建號 還有就是新的這個兩棲攻擊艦 也都陸續的可能會完成 讓他擁有遠程的這個投射武力 那在空軍的部分就特別著重他的這個空中驕傲能力等等的 這些就是比較重視長城的可以集於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 最後就是當然最重要是對於中華民國台灣的這個威脅了 依照這一本就是美國的中國軍力報告來看的話 也包括就是他指出中共解放軍近年的這個行為模式 比較侵略性對美軍這兩年來有進行180次危險的攔截 同時對台的武力也增加 那也包括就是民用的商船 也就是所謂的汽車渡輪或者是Roloship滾裝船 這些都可能會用來威脅台灣 那我想就是說的確就是台灣面對這個威脅是比較嚴峻的 可是我想就是在歷史上有很多小國成功防衛的經驗 加上台灣其實比烏克蘭或以色列幸運 因為他們都是陸地跟敵方街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如果說我們可以善用有限的國防資源 同時凸顯我們的防衛決心的話 我想就可以把這個用實力來維持和平 我想這是從這本美國的中共軍力報告裡面 所可以看出的一些趨勢 沒錯其實就像所長說的喔 如果可以用實力來維持和平當然是最好 因為其實像是台海衝突 美國過去也曾經講過說 這是會牽動全球的局勢喔 那很多國家都是沒有辦法袖手旁觀 像是澳洲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勒斯 他也說話 他說如果台海爆發衝突的話呢 澳洲是不能當被動的旁觀者 當然他這也是在呼籲各國應該要合作來因應這個挑戰 但是當然這也不表示他承諾台海如果發生衝突的話 他會來幫忙或是什麼的 所以想要請教所長喔 如果台海真的發生戰爭 澳洲他到底會不會幫忙 如果會幫忙的話他會介入多少呢 是主播我們可以這樣講 剛才您提到就是這個馬勒斯就是澳洲 他工黨的這一個 工黨籍的副總理 還有就是監國防部長 的確他在韓國這個安全對話的時候提到就是 如果台海出現狀況的話 澳洲可能不能當一個旁觀者 其實這象徵澳洲政府一個很大的轉變 事實上澳洲之前的政府是所謂的保守派 那他前總理就是莫里森才剛在台灣訪問 也是認為說澳洲應該要就是進行這個協防 事實上就如同這個剛才所提到 美國這個中共軍力報告所提的 也就是說台灣的地位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就是依照聯合國還有就是相關單位統計 日本跟韓國80%的原油都會經過南海還有台海 所以這樣的海上運輸線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全球大型的船舶有50%都會經過台海 這也就反映出為什麼就是馬勒斯國防部長 他會講說澳洲難以就是袖手旁觀 那第二個澳洲可能會介入的手段 就比較多元了 因為他並沒有說會像拜登總統說的 用武力界就是協防台灣 那可能就是外交或是經濟的這個就是圍堵中共 有點像是在2021年就是俄乌戰爭爆發前的9月 美國國務院就是有發動這個所謂的老虎隊 也就是模擬如果俄國入侵烏克蘭的話 那這些民主國家會如何在金融或是貿易上 如何制裁俄國 那相對的我想就是 如同這個馬勒斯國防部長他所說的 其實我想台海周邊的國家沒有人想要就是說 就是發生戰爭 那但是也要對這種最壞的狀況進行準備 所以我想在這種情況之下 也許就像我們國防部長所說的 自己國家自己救 如果我們展現自己的防衛跟決心還有意志 而且投入合理資源的話 我想這個自同道合的這些民主國家 對於台灣的協防就會更為積極 那就可以落實就是所謂以實力來維持和平了 以上 沒錯 我就像所長講 其實沒有國家希望看到戰爭發生 在全球化的局勢下 任何的戰爭跟衝突 都會對大家各國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我們也謝謝所長今天來到線上 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所長 好 謝謝大家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